我们觉得就是到了加拿来以后呢 你不仅仅是去做一些自己本质的工作 还更多的要关爱一些社会 那么就跟当地像弱势群体 还需要帮助的人们 我们要精神沟通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义工的一部分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服务 尤其是在开始的疫情 但是医院突然认为我们需要保护医药 我非常感动 在欢迎社区里面表现出来的 就是真的是不分隔界了 主要是努力 共建他们自己历史能及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